最重要是活在多下 喜歡的話 有錢的話就去買 不要想太多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唐安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集的主題就是 想說手袋開箱 大家都看到我後面這個紙袋 我在Chanel買了一個新手袋 Chanel現在性格升得很誇張 但自己心目中都想找一個小袋 真的這麼幸運 找到這個袋 以下都會跟我一起開箱 而且我也想跟大家說 我如何遇到這個袋 開始之前也要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真的不喜歡看 一些奢侈名牌手袋的影片 也可以看我其他的影片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 好 開始之前我也想說一下 我也想慎一下 為什麼Chanel現在性格升得這麼貴 之前是在這個性格之前買了CF23 還未升之前我買的時候是48000 現在是升到6萬多元 因為Chanel已經升了差不多2萬元 如果你真的遇到一個袋子 真的早買早享受 我真的不知道之後CF會不會上到8萬9萬 如果真的上到那個價錢 我真的不會再買Chanel 當然我都要給自己一條後路 如果我真的會遇到漂亮的時候 加上如果價錢也不會太貴的話 也有機會買 所以我也很慶幸自己 Chanel在這麼瘋狂升價之前 我就入手了這個手袋 其實這個手袋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詳情的話 可以去我這條影片 這個手袋是我昨天新鮮燃燃買回來 除了買手袋之餘 其實也有買一對二環 總共的價錢也是二萬六百元 大家是不是也有點嚇到 為什麼可以二萬多元 就可以買到兩樣東西呢 還有一件是手袋 這次真的很幸運 而且我自己覺得是買得值得 事不宜遲我們開箱 首先當然有這個最經典的紙袋 還有這個蝴蝶結 那我先拆開它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看別人的開箱片 當自己有拍片的時候 我都想買一個或喜歡的袋 然後都會開箱給大家看 然後就有這個單據 另外它還有附送這兩本雜誌Liverlet 當我買單的時候 我都知道它原來是送了這兩本東西給我 可能你去拍照等等 其實都是很好看 很開心我的SA送了這兩本東西給我 紙袋裡面就已經是裝了我兩樣昨天買的物品 先開了期待已久這個袋 也是有這個很經典的山茶花 然後有這個絲帶包著 開這個盒的時候也是很有儀式感的 然後我就要打開這個袋 好 那這個就是它的保養書 大家已經看到它的鏈子了 要拿這個塵袋出來打開給大家 這個袋子算是一些小費包 它容量一點都不費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看到這個白色邊邊位 這個袋子是白色的小袋子 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想說這個好像Chanel的19 它是一個迷你版 看到它的實物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買 而且它的外型真的很好看 裡面有身份證 還有這個卡片位 之後我都會在這條影片 測試一下它的容量 其實我也想說一下 我是怎樣跟它相遇 這個袋子是Heyman和Suren都有 但是我早它少少有 早一天 早幾天的時候 我和Heyman進了Chanel的專門店 我們都排了很久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Chanel這幾天 就有很多不同的新款 特地排隊 差不多排了整個小時 然後就真的進去了 而遇到SA姐姐真的很好人 都問她有沒有一些盒子 或者一些小袋 我自己就真的很想要一個盒子 但是就真的很難有 我相信現在很多女生 都真的很想要一個金球袋 或者像我一樣 我想要一個金球盒子 那時候我們進去是walk in進去 所以你真的要找金球袋 真的有點難度 除非你真的很幸運 剛好她那個時間上課 你就會拿到那個袋 但其實大部份機會都是沒有機會的 我們都已經和SA 已經互流了電話 其實她如果有課的話 都會通知我們 去Times那個Chanel看完 而另一天我剛好跟SA聊天 她就說她有上班 那我就馬上去了她的專門店看東西 因為我自己本來跟上的SA 就在你遠那邊 她也是很好人 很多人都跟我反映過 其實她們自己的SA 是不會回WhatsApp 但是這個SA是超級好 這幾個月我都已經雷了她很久 我問她有沒有一些盒子 或者金球袋 但是她也給了個答案 我真的未必有 很難才會有等等這些答案 因為我都知道這幾天 翻了很多 所以我都忍不住了 我就說 不如我去專門店找你 然後我就很突發 那一天就約了那個 尼遠的ChanelSA 但是她都已經拿了 不同的小袋子給我看 有很多都是黑色 就問她有沒有一個白色 就拿了這個袋子給我 知道 Heyman她本身 是想要一個小小小的 又是這個款 然後我就傳給Heyman看 本身我是想 不如幫Heyman買吧 這個SA就不斷催眠我 我就說買吧 這個真的可與不可求 如果想要白色袋子的話 就真的很少 那這個就是最後一個 我就真的付錢去買了這個袋子 然後我買了這個袋子 她先WhatsApp我 她就說這個袋子很漂亮 然後我心想自留 我就跟她說 對不起啊 原諒我啊 我幫你再問問 SA會不會再有這個袋子 之後呢 其實我是有一個很內疚的心 我買完這個袋子的另外一天 那個Times的SA 就WhatsApp了我和Heyman 發了很多不同的照片 裡面就有包括了這個袋子的白色和黑色 然後Heyman就真的衝了去買 SA還有另外發了一些盒子給我看 但是呢 那些顏色我自己覺得就一般的了 另外呢 更加想有金球 所以我就拒絕了她的盒子 買袋子真的要講緣分 我覺得這個袋子真的很淵源地 大家都可以買到這個袋子的時候 我真的超級開心 那現在呢 就真的皆大歡喜 說了那麼多話了 那首先呢 我們先在細節看這個袋子 它這個款是有點像大的十九 我想說一說 很多人都說想買大的十九 對於我來說 那個袋子真的太大了 而且我自己覺得是比較軟的 比較軟的 看上去我覺得有點像枕頭 所以我自己對於大的十九 就是沒什麼興趣的 而真的看到這個mini袋子 我真的抗拒不了 它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近一點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logo都是金色和白色 超級經典的顏色 另外呢 它的鏈也有特別 它這兩邊的鏈是金拼白 上面這條的鏈看上去好像是一隻顏色 那其實呢 這一邊是亮的銀色拼白色皮 而這一邊呢 是啞色的銀色拼白色皮 它的details位置 全部都是做得很漂亮 事不宜遲要上身給大家看看 它的鏈帶相對於是比較短一點 其實它是剛剛好 在我胸的下面 腰間的位置 是平衡西裝外套 其實看上去都是比較換味 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很好搭 自己是十分喜歡這個袋 就算就這樣看這條鏈 這個換味也是十分之高的 這個袋在我165身高身上 是剛剛好起我腰間的位置 當然如果這個袋跟其他的mini CF相比 這個袋相對於是比較短一點 這個鏈帶的造型感會更加出 對比mini CF 當然這個實用性會更高 這個袋比起mini CF 這個袋的性價比真的高很多 這個袋的確實價錢 只需要16900元 在20000元以下可以買到這個款 我覺得是相當值得的 當時我看完這個款之後 聽完它的價錢 我就說不要想太多了 脫脫了 少不了就要測試它的容量 它算是一個小廢包 對於一個廢包來說 我一打開它的袋 就覺得它一點都不廢 可以打開它的隔位 它不會扁到 只可以放一些卡 這個隔位 我本身是一個iPhone 12 我可以放進去的 那個手機 最好就是摸了iPhone case 其實這個位置會再多一點 拉鍊的位置 我自己會放一些銀行卡和身份證 其實一定要拿出去的 如果你說有紙幣 那其實也可以放進去 唇膏這些就真的未必能放到 因為它的厚度真的不太高 其實對於我來說 這個袋 我真的會把手機拿起手就算 我會自己再另外放唇膏 這個鎖匙 就算放了鎖匙 還有唇膏也還有衛生 但是我自己用的粉餅 就真的不能進去 因為相對於粉餅比較厚 比較薄一點的粉餅等等 其實也可以放進去 這個袋對於我來說 已經算是不廢的袋 因為我見過再廢的袋 是只能放到一支唇膏 多一包紙巾 其實就已經完結了 你可以自己選擇 放在手機上去 或者你可以另外再選擇 你自己需要的物品放進去 例如一些酒精消毒液 都可以放進去 這個袋放到這麼多東西之餘 其實都是緊緊的扣扣 算是一個不廢的小廢包 加上它這個白色和這個鏈 是完全抗拒不到 當然白色真的要好好愛惜它 其實它是羊皮 相對於比較脆弱一點 盡量穿上前色和白色衣 真的避開一些牛仔 或者比較深色的衣 就會最好 這個價錢我聽到之後 我真的想都不想 白色就白色 買就買 那就馬上跟SA說 我決定買這個袋了 這個袋我直接拿了上身 有這條鏈看起來好像有造型感 另外其實我買了一對耳環 我就拆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耳環相對於比較便宜一點 它的款式也是比較簡單 這對耳環是$3700 之前買過一對$6000多 但這個造型感是再高一點 這個相對於比較斯文一點 小粒一點 看上去都是比較有氣質 看到嗎 但這個好像是襟章的耳環 它是用一些幼的銀色 邊邊組成這個圓圈 加上裡面的Chanel的標誌 其實這對耳環是SA在後面特意拿出來的 多數的耳環都會放在一個盤上 拉開給你看看所有的耳環 看有沒有適合 看了盤上的耳環 我覺得有點浮誇 自己覺得好像不太值得買 然後這個雙屬的SA 它就很好人 然後就去貨倉拿回一些 真的更漂亮的耳環 看到這個時候都是一見鍾情 現在真的很難找到一些小小粒的Chanel耳環 他也有跟我介紹 其實這對真的很多人找 他說這個好像一個硬幣 這個耳環相對於比較有氣質 單粒的時候會比較簡單 也是可以搭配很多不同的衣服 我自己十分之滿意買了這對耳環 今天我就已經介紹完昨天 我買了這兩樣的戰利品 加上近日真的購物肉上升 因為差不多聖誕節 那你就很想買一些東西送給自己 提早了可以遇到這個袋 這對耳環我真的很開心 Chanel真的升得很誇張 遇到一個你喜歡的 也有預算的話 那都可以快點下手 完全想不到可以幾個月之間 升這麼多次價 之後可能多一兩個月 可能真的要多幾千元才可以買到一樣東西 好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燒到大家 自己自稱是一個魔鬼來的 最重要真的是活在多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有錢的話就去買 不要想太多 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錄到這條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加上可以分享給朋友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